连日梅雨封面影响带来明显降雨 不过二日开始封面远离 天气也逐渐趋稳定 但华东地区午后还是有局部阵雨发生几率 到周末又有一道封面南下影响带来雨势 建议民众出门携带雨具 留意天气变化和自身健康 周末连日降雨暂时缓解全台汉象 让才在家躲疫情的民众更是不想出门 二日开始封面远离 天气将转趋稳定 不过午后山区有局部阵雨发生的几率 基本上采云这个台风 它目前处于一个比较不利于它深层的情形 所以它处于一个比较高风切的地方 然后它水温 基本上它行径的水温也不是很高了 然后它又要开始进入菲律宾的陆地 受到陆地的影响破坏以后 基本上我们预测它 将来它会变成一个热带的气旋 低气压就散掉了 它不会影响到台湾 二号三号四号的时候 封面大概就会北移离开台湾一点点 所以我们那天在二三四的时候 相对来说天气会比较稳定 但是天气还是受到热力的影响 所以在五号的时候 还是有些某些地方会发生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的情形 五号六号七号 另一波封面 我刚才说过了 就是在那一波封面又会影响到花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号六号七号的时候 整个花莲还是会在局部一地方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然后也可能有发生雷震雨的情形 然后打雷 雷声会比较大 雨是比较强 有可能有一些短延时强障雨的情形 所以还是要注意 到了周末又有一波封面影响台湾 局部地区将有短暂震雨或雷雨发生的几率 至于今年第三号台风踩云 预估对台湾影响不大 建议民众出门留意天气变化 做好防疫措施 接着蒋邦雁华林士报导